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龙脊能够给人带来福气 因此很多游客都分支他来 高一灵是非常陡峭的 人性之处的宽度只有不到5米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设置护栏的 因此在这个景区观景的话 危险系数是比较高的 来这里的人一般都是旅游探险者以及摄影暗号者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把高一灵打造成了一个艺术品 那绵延起伏的红色山岭配着丛丛森林 旁边还有着清澈的湖水 在与山中的旗舰互相碰撞 像一首诗 更像于山水画 这样的美景就算是不会拍照且不懂艺术的游客 随手一拍也能呈现出一张惊艳试人的大片 高一灵山水泉洞寨崖坦俱泉 山中的水是自然而成 被人们称为是天然湖 就连神仙居住的地方也不敢与之相媲美 大家还有没有去过其他比较奇特且值得去的景点呢 欢迎推荐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